不過這跟颱風有關係嗎 在人來人往的大樓 突然間降下磁磚雨 而且差一點點 就砸中了南童的頭部 這個地方是人來人往 行天宮捷運站附近 有大樓突然間有一塊 非常大的磁磚直接掉落 削過了下方騎腳踏車 四歲南童頭部 當下擊中的是南童的腳 但是由於從非常高處砸了下來 當下是非常的痛的 南童嚎啕大哭 一旁照顧的阿嬤 也被這一幕給嚇傻了 而出世的大樓 其實屋領已經54年了 是非常老舊的建築物 它的安全問題恐怕不得忽視 騎著腳踏車的南童 突然被天降磁磚砸個正著 仔細看這大小塊磁磚 高速落下 幾乎擦過南童的頭部 最後直接打中南童的腳 嚇得他當場跳下腳踏車 躲在一旁 驚恐的嚎啕大哭 一旁那阿嬤也被這突如其來的狀況嚇傻 不知所措 只能抬頭張望 想知道究竟上一秒發生什麼事 意外發生後 救護人員獲報 趕緊現場立刻在棋樓替南童處理傷口 事發在10月6號周日下午 仍來仍往的松江路行天宮捷運站附近 近天降磁磚雨 4歲的南童當時和阿嬤雙雙騎的腳踏車 正要過馬路 不掉大樓外牆磁磚剝落差一點點 就要砸中南童致命的頭部要害 警方在現場拉起封鎖線 只見地面上掉落的磁磚 有些面積還不小 這要是真的打中頭部後果難以想像 而南童騎乘的小腳踏車還停在路旁 還好小主人送衣後沒有大礙 只有右大腿瘀青挫傷 附近住戶也有些擔心 因為出事的大樓 位在松江路與景州街口 總共11層樓 1970年就完工 算一算屋齡已經有54年 老舊大樓不堪歲月摧殘 外牆磁磚剝落還顯現要了男童的命 釋放後警方又有通報1999市民熱線 至於受傷男童父親暫時不提出告訴 後續將自行與大樓主委協調和解事宜 東森新聞林世彪台北報導 而如果車輛已經很老舊了 不僅要定期檢查 開車的時候也要特別注意安全 台中這一名74歲的杜姓阿伯 他開車到一半 他的車頭突然間冒煙 趕緊停靠路邊 車頭燈就開始窜出火苗了 他趕緊去拿礦泉水才要滅火 還好遠景經過 拿滅火器幫忙撲滅也灑水降溫 怎麼好端端的車子突然間起火呢 原來阿伯說這18年的老車了 雖然都有定期保養 但車廠也說 車燈會起火通常是電線短路 要嘛就是後方的發電機早有問題 不要滅火 你不要滅火 路邊的黑色轎車引擎蓋打開 右車燈的位置瘋狂冒煙 男子手中拿著兩罐水走到車前想要滅火 一旁的警方馬上阻止拿出滅火器 對準冒煙的位置噴灑 現場瞬間擺茫茫一片 煙霧散去後消防也抵達現場 對著引擎蓋灑水降溫 事件發生在台中市南區 74歲的杜信阿伯 開著一台2006年出產的日系老車 經過復興路與工學路的路口時 車頭突然開始冒煙 讓他將車停在路邊 查看一開始以為是電線走火 打開引擎蓋後火勢越變越大 剛好兩名遠景經過 看見拿出巡邏車上的滅火器滅火 消防到場後也接手持續幫車輛降溫 這台黑色轎車是出產18年的老車 杜信阿伯表示平常都有保養 但究竟是什麼原因才會導致車燈未至起火 這個車型的話 它原廠有配備到HID系統 或者是沒有HID系統兩種 它的大燈會起火 我們實務經驗的話 無非就是它的大燈裡面的線路起火 業者也說沒有加裝HID的車型 會使用滷速燈 通常故障起火的原因 會是插頭接觸不良導致起火燃燒 而起火的位置也是關鍵 大燈的後面剛好是發電機 位置是滿相近的 發電機如果燒起來的話 是因為它的正電 如果有接觸不良的話 就很容易燒起來 業者表示車燈若是使用副廠 才知不好也會有安全疑慮 杜信阿伯的車燈因為全數燒毀 單看影片沒有辦法判斷起火原因 究竟是因為電線走火 還是發電機起火 詳細的事發原因 還需要等待警方調查釐清 東森新聞李明洪 廖靈萱 台中報導 而這個影方還沒有調查 雙方就已經掀起口角 新北市這一對堂兄弟 他們開車要從停車場出來 但是一直找不到他們的停車代幣 當下停在出口擋住了車道 後方駕駛當然會按喇叭 他們就很不滿 為什麼我要被催促 所以下車咆哮 甚至還拿雨傘砸車 嚇得後方駕駛趕緊報警 這下鬧得警方也來處理 幫忙找代幣 代幣沒找到 倒是搜出毒品 這一對堂兄弟當場被罰辦 要講什麼事情 我幫你做主了 怎麼搞成這樣 停車場出口 被他車擋著 全部能走 在找那個代幣 然後我們挖出去 然後他們一直擺一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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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 原來是找不到代幣 為了找東西灑滿地 被催促還不行 只講生氣 冤警搜真的包裡沒代幣 但是有東西 藍色這個東西什麼東西 這飲料 飲料 什麼飲料 什麼飲料 你跟我講清楚 就飲料 說什麼飲料 根本是毒品咖啡包 但不只他有狀況 副駕駛座的堂哥 同樣代劑大雕 來 打快 打快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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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已經撥離球了 有撥離球了 沒關係 你就有粉末 你去跟檢察官講 抓毒只是案外案 因為他們不久前 沒找到代幣 還對人出氣 前方把車停在停車場 但是要出場的時候 他卻怎麼找 都找不到自己的停車代幣 就這樣卡在出口處 他不滿被按喇叭催促 竟然下車持雨傘攻擊後方車輛 事發在新北市土城 航地持雨傘閘車 導致後車左側車身毀損 堂哥則在旁邊叫囂 叫對方下車獎 後車駕駛下得趕緊報警 正下鬧到警察道 兩人遲毒都被抓 我們這個已經改一年多了 還有代幣嗎 這個一直對 現在是用什麼的 改印的 還會啊 還會啊 你在幹什麼 別出了 上套 直接上套 航兄弟倆當場被醫毀損 妨害自由 毒品按送辦 代幣沒收好 你會找不到 毒品收再好 遠景會看到 東正新聞姚怡婷 范季 尾陽景安在新北市報導 而這是被人惡搞嗎 苗栗縣的造橋鄉 私立玉達科技大學 裡頭有一台可以存 可以提款的ATM 但是就發生離奇故障事件 所以銀行就派人員來修 就發現就在這個存提款的 砸口內被塞滿了 至少200枚的1元硬幣 導致於整個機台大檔機 這到底是學生 老師 惡作劇 還是校外人士存款的時候 以為硬幣可以存 是誤放呢 警方現在正在釐清當事人身份 提款機外殼被拆光 存放鈔票的位置塞了滿滿的1元硬幣 事件發生在苗栗縣私立玉達科技大學 有學生到校內的ATM想要存款時 發現機器故障打電話給銀行客服 維修人員到廠拆了機器 發現出鈔口至少被200枚的1元硬幣塞爆 害整台ATM當機故障 有學生要使用現金的存款 然後發現不能使用 後來他直接跟銀行做反應 校內只有一台提款機 故障無法使用造成麻煩 由於校園是開放空間 對面又有移工宿舍 消防懷疑可能是移工或是外籍學生 不清楚使用限制 把硬幣全都塞進去 但眼看ATM外了 當下卻沒主動通報 人就跑了 我們研判這應該不是本國的學生 校外有很多的租倫 這個宿舍是給外籍移工的 所以我們研判可能外籍移工 來使用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大多數的ATM只能夠存放鈔票 但怎麼會有人把零錢投放到ATM中 就是因為現在有硬幣ATM 所有移居都可以 一塊錢的 五塊錢的 民眾帶了一整袋裝有1元5元10元50元的硬幣 插卡輸入密碼後選擇硬幣存款 把錢通通投入一旁的硬幣繳費機 但跟鈔票一樣有受損 髒污或來不及在時間內投完的硬幣 機器就會拒收退出 用黑硬幣我朋友可以再投一次 ATM目前還是以紙鈔為主 能夠使用零錢存款的機型數量不多 但學校這台確定沒有存零錢的功能 究竟有人故意破壞還是不清楚使用方式 後續會調查釐清當事者的身份 並搶錢還給對方 東森新聞金九成廖林軒苗栗報導 而這又是出了什麼問題 讓消費者痛批廣告不實 iPhone16新機在上個月一推出之後 各大電信業者都推出了各式優惠來搶客 像是神腦國際 他們也推出了預購新機 保證10個工作天可以到貨的方案 沒有想到卻有消費者說他在9月13號就下訂了 到現在已經半個月了沒有收到手機 對此神腦國際也趕緊發聲明 的確因為供應商出貨有問題 導致於交貨延遲深感抱歉 但消費者認為你就應該有所評估你的供應鏈 這樣子的宣導根本是廣告不實 他這個已經有一點就是有蹭 出現廣告不實了 他能夠到貨的時間跟他所說的根本就是不一樣的 與其好無奈痛批商家就是在欺騙消費者 曾先生手上的iPhone15經常過熱 電池又容易沒電 因此想換新手機 看到通訊行打出預告iPhone16 保證10個工作天到手 沒想到鄭先生刷卡結清後卻遲遲等不到 依他們所說他們應該是10月3號那一天 最慢就要出貨了 對 然後讓客人可以收到貨 就是在他們的保證工作天裡面 但是已經超過的時候我就打去問 但得到的答案竟然是 原廠通知我們延後 然後大概要等到月底 證明鄭先生在9月13號 在官網預購iPhone16 Pro Max 當初就是看上廣告寫10個工作天 就可以拿到手機 但至今已經等上超過11天 手機還沒到 也讓證明鄭先生感到非常不滿 神喔 國際在9月13 我訂購的時間 他已經扣款了 對 但是他們就是以拖待變 鄭先生不滿 甭腦國際專員處理方式 一拖再拖 但針對民眾質疑算 以13號來算 最快9月30號就能拿到手機 就算iPhone發行日期是9月20號算 中間還碰上台風天 手機到貨時也不該是10月底 實際走一趟實體門市 部分門市iPhone16 Pro Max 256G現貨 熱門款式以及銷售已空 我已經有同步跟消極會檢舉 我當下也有跟主管說 你們如果是這個處理態度 我只好跟相關的單位投訴 目前鄭先生已經向消極會檢舉 對此神腦國際發聲明表示 因供應商出貨問題 導致交貨延遲深表歉意 針對延遲情況將補助1000元 神腦幣並盡速處理後續出貨安排 但對於消費者而言 到底何時新手機能到貨 東新聞許淑銘 林州綜合報導